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关于受苦的这样子的功课 怎么样从岳部的生命中间来学习 神有时候除了我们一般的状况 还有特殊的引导 我们要把这个程序交给成传道 那成传道不但要跟我们传点信心 他会带领我们参师 带领我们祷告 让我们借着这样的机会能够跟神更亲密 我们就把程序交给成传道 成传道请 弟兄姐妹平安 感谢主让我们可以来到这个玩岛会 那么近期我们就面对这个疫情的缘故 我们也有很多地方被限制不能去 那我认为如何 我希望大家在这段时间当中 我们都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来灵修来祷告 与神更多的情境 让我们的思绪完全都定睛在我们的主耶稣记录那里 那么今天呢 我也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个信息 就是在受苦 如何面对受苦 那么这篇信息呢 其实我在Facebook有透过 那我希望 借着这一个的影片 借着今天的信息 我可以把这个的信息也带给大家 可能有一些人他们没有我的Facebook 也可能有一些弟兄姐妹 他们没有这个 互联网 他们也没有手机 也不懂上互联网的 希望能够透过这个影片 能够来把这个信息 能够传递给大家 那么这时候我们一同来做一个开始的祷告 亲爱的主 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 借着孩子这微不足道的这一个口 来诉说你的话语 恳求祝你继续来帮助我们这里每个人 好了我们再聆听你的话语 或者是诉说你的话语的 都存着一个谦卑的心 来讲一切的荣耀会给你 恳求祝你继续来保守我们接下的时间 让我们都定睛来仰望你 让我们明白苦难的意义 让我们明白苦难其实就是为了要念经我们 我们将一切荣耀会给你 求祝你听我们的祷告 奉绝书的圣名求 阿们 那么曾经呢 我记得我有个经历 我曾经我就以为呢 相信耶稣 就会怎么样了 就会让我在世界上 活得有一个精彩的人生 然后我活得就是 很漂亮 让人家看见我就是一个很幸福的人 那么信耶稣我就以为是 让我活着 活在这个世界上 能够活出一个精彩的人生 以为我这样子就可以活出一个美好的生活 让我的生活能够更加美好 我就以为信耶稣是这样子 然后知道我在2014年我经历了人生的这个低潮 我经历了人生的一个最大 对我来说是一个最大的破碎 我的生命完全就已经是破碎了 那时候甚至想去自杀啊 想去自寻短见啊 自寻短见啊 这一些 用很多的东西来麻木自己的样子 那当下呢 我就一无所有 我什么都没有 我就只有 我我我我当时我感受到我是什么都没有 那么我事业没了 我的感情同那一个时间又没了 然后我自己又自甘堕落 然后我用 就很多啦 等等的这些的问题 发生在我身上 那时候我经历着一个很痛苦的一个破碎的经历 那当时呢我就有 接下来我要讲的 其实就是我跟上帝的这个对话呢 是我的一个总结 就是对我生命的一个总结 我觉得当下上帝就是透过很多很多不一样的东西来与我对话 然后当时我就问了上帝呢 我问我一直以来我服侍你那么久 但是为什么你要让我遇见这个事情 为什么是我 很多个为什么 我一直问为什么为什么是我 我当下我一千个一万个为什么 我问为什么要在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 当时我24岁大好青年 为什么在我24岁那么重要的人生 你要让人家来刻意让这个时刻让人家来看不起我 然后你为什么要挪走我的一切 我当时我问神 我跟神就是抱这个敌对神的一个态度 来问神 一千个一万个在我的心里面烙印着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会这样 我真的不明白当时我讲为什么 信耶稣不是应该是很好的吗 人生 为什么我会遇见破碎 破碎不是应该是我还没信主之前就让我遇见了吗 为什么在我信主之后 神也要让我面对 甚至连非信徒都不会面对的事情 我当下我是认为这样 为什么我会面对到这样的问题 很多个 那么细节我就不讲了 但是当时我真的是遇到一个 我甚至摧毁事的一种痛苦在我的生命当中 最后我就向神说了一句我恨你 我恨你 你根本没有祝福我 你是个骗子 我当时我这样来跟神讲 你是个骗子 你骗我 你没有祝福我 这时上帝就直接说话 他就透过圣经他就回应我 他叫我你去看岳伯记 这上帝的回应 你去看岳伯记 我看了之后 我看到这经文 就是岳伯记一章一支五节 那上帝看他一生行为正直 所行的一切都谨慎自杰 岳伯是一个谨慎自杰的人 甚至他的一生上帝看他为 怎么样呢 一生是正直的人 然后他经历了很多痛苦不干不堪的过程 他的妻子嫌弃他 他家破人魔 朋友在他的伤口上撒烟等等 他都经历了这个 上帝看他是一个义人 可是他就经历了这个事情 上帝当下就问了我一个问题 你比岳伯更像义人吗 神就问了 你比岳伯更像义人吗 我当时我好像被神问了一下 我带着疑惑我就向神说 神我不是岳伯 你不要拿岳伯来给我比较 因为当时岳伯他是一个义人 难道我比岳伯更加义吗 上帝他想要问的就是 我比岳伯更像义人吗 岳伯都遇到这个问题更何况美 你是一个比岳伯更加普通的人 你甚至能比岳伯更加圣洁 可是我当时我的回应就耍赖了 我会想上帝不要拿岳伯来给我比 我不是岳伯 上帝再次回应他讲 你去看马太福音16章24节 当中写什么呢 于是耶稣对门徒说 若有人要跟从我 就当舍己 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上帝这时刻他告诉我 我没有说过我来的目的 是要让你大吉大利 无灾无难 一生平安 你一无所有 其实最大的问题不是 你一无所有 你面对最大的问题 不是现在的你一无所有 你的罪才是我来的目的 耶稣这样来跟我讲 你的罪才是我要来的目的 你不要跟我说你做过什么 你不要跟我说你为我做什么 服事什么这些的东西 在你什么都还没做的时候 我已经为你死了 上帝就告诉我 你什么都还没做的时候 我已经为你死了 我当下我顿时我明白过来 我才清醒过来 我明白到我的焦点原来是错 我受很多的这些外表光鲜的这些价值观影响 我教你错了 我以为神的义务 耶稣他来到世界上 为我们使的义务 是要来满足我们物质上的需要 当他不祝福我们的时候 这个就是他的错 我当下我的错误的观点是这样 我认为是这样 原来我错了 最后他问到 如今你现在看起来是一无所有 你还愿意跟从我吗 我当下我顺服我讲我愿意 我讲神无论如何 我不要顺服你 我都愿意来跟随你 可是这一句我愿意 却没有换来我生活的很好 就没有换来我生活的回复 我的生活我依然要经历着苦难还有破碎 我仍然要足以足以一样一样的捡起我这个破碎的心 一直流泪一直捡起 然后有一个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呢 不同的地方是我的心被上帝遗致了 上帝陪我一起捡起我破碎的心 在那个过程我感受到我是被爱的 在那个过程我感觉到我内心我一直以来没有被满足的地方 在那一刻我被满足了 在我的心里面这一刻在烙印着我的心的这个不再是一千个为什么 不再是一万个为什么 而是上帝陪我走过点点滴滴的这个痕迹 所以我觉得上帝就一直在带领着我 他陪着我走过我人生的死因优惑 然后他陪我走直到今天 我才发现我曾经原来 我却没有邀请上帝在我的生命当中成为我的一部分 所以我才活得那么痛苦 可是当上帝我邀请 就是神在我的生命当中成为我心中的那位所谓的王的时候 我的心成为就是我的心有的中心点是十字架的时候 我才发现我即使面对多大的困难都好 我走起来也自有自在 因为上帝在我的心里面陪我一起走 他陪我走死因优惑陪我走到今天 他依然陪着我 我明白了一点 我明白那一点是什么 你跟我活在世界上的这一个的优质还是不优质 我们生活活到有没有品味等等的这些的东西 不是神还要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 不是耶稣要为我们盯上十字架的目的 我们的世界我们能够活着 我们能够活得好不好 是上帝赐下恩典的结果而已 他是一个结果上帝赐给我们恩典的结果 不是神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目的 基督将自为人的目的 是为了救赎我们犯罪的灵魂 让我们曾经死在这个过犯罪恶的这一个的罪恶当中 我们能够自我梳醒过来 靠着他的恩典 今天我们就不要 今天我们就要换一个疑问句 这个疑问句是什么呢 不应该是主啊 你为什么没有祝福我 主啊为什么你没有赐福给我 我们不应该问这一句 我们应该要向神说 我们要回应神讲什么呢 主啊即使一无所有 我仍然要跟谁 这个是一个很浪漫 与神相遇的一刻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生命 基督徒的生命 庆幸的不是上帝给我们福分 庆幸的是我们有一位上帝陪着我们走 即使我们面对多大的功能 先把主耶稣是一个不容易的功课 但是就是因为不容易 所以我们更加要靠主去得神 人生是一种学习 是一种效法基督的过程 我们一同来学习脚踏实地 效法主耶稣基督的脚步 求主帮助我们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记得有一个传道人 老牧师他时常讲 把困苦当水贺 把苦难当饼吃 所以当我们吃了下去之后 我们的生命就不一样了 这时候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祢 感谢祢我们的同在 感谢祢让我们 能够在苦难当中学习 让我们在苦难当中 看见祢 让我们经历的事情 甚至祢让苦难 能够成为炼进我们的这一个工具 以致我们更加依靠祢 更加来效法祢 主我们将一切荣耀会给祢 求主祢感谢 求主祢听我们的祷告 奉结束得胜的名求 Amen 这时候我们会同来赞美 来敬拜我们的神 我们就透过以下的诗歌 耶稣 我要爱慕祢 我要爱慕祢 请到我的生命 你是我唯一所求 让我心淡淡可慕祢 耶稣 耶稣 我要爱慕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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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到我的生命 你是我唯一所求 让我心淡淡可慕祢 让我心淡淡可慕祢 我心满意 对你的爱和思念 无知情 让我心淡可慕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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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身旁 贴近你 主啊 我可不需求祢 耶稣 耶稣 我要爱慕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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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到我的生命 你是我唯一所求 让我心淡淡可慕祢 让我心淡淡可慕祢 耶稣 我要爱慕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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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祢 请到我的生命 你是我唯一所求 让我心淡淡可慕祢 我心满意 我心满意 对你的爱和思念 无知情 让我走向你的身旁 贴近你 主啊 我可不需求祢 我心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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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你的爱和思念 无知情 不知情 让我走向你的身旁 贴近你 贴近你 主啊 我可不需求祢 我心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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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你的爱和思念 无知情 不知情 不知情 让我走向你的身旁 贴近你 我心满意 我心满意 对你的爱和思念 不知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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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走向你的身旁 贴近你 主啊 我可不需求祢 你 接下来我们会有一系列的祷告 那么在这个的祷告当中呢 我们会为这三项事情祷告 第一项祷告的事情呢 我们请神来带领我们 来安静我们的心 然后我们在这个社会上 可能今天你跟我都面对到很多的困难 为什么我们可能会面对到 为什么这个世界的人会这样来对我们 然后我们会问 为什么我要经历这一些痛苦 这些苦难 为什么我要面对一个这样子 面对到这样子的一个人 但是我们今天要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让神来得到我们的心 我们把我们的苦难完全的交给神 我们一起来祷告 然后求神以祂的爱 以祂的安慰 以祂的十字架来安慰我们 因为神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 祂一直就在我们的身边陪伴着我们 可是问题是我们都不愿意去回应祂 就在这个时刻我们安静我们的心 我们把我们的罪带到神的面前 恳求神来怜悯我们 甚至我们恳求神按着祂的旨意 来成全我们的内心 好让我们的内心的伤口 能够被祂的遗致 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来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很感谢祢 感谢祢有的同在 感谢祢一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成为我们的一部分 甚至祢要成为我们生命的中心 祢的目的是要让我们即使面对多大的困难 祢都陪伴着我们 好让我们不孤单不寂寞 在这十字架的道路上 让我们有一个个人与祢独处的机会 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太多的困苦 这个世界太多的苦难 这个世界太多的这些不公义不公平的事情 发生在我们的身上 祢来的目的 不需要让我们活出一个公平 不是要让我们活出一个公平的人生 祢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祢要我们彰显公义的意念 祢要我们明白 在苦难的当中 祢会陪着我们一起走 即使面对多大的问题 让我们定睛在十字架当中 当我们面对多大的问题 还有苦难的时候 我们仍然知道 我们没有 我们不是一个人 而是耶稣 祢会陪着我们一起走这苦难的路上 求主祢就安慰我们这里每一个人 好让我们在面对自己的这些伤痛 伤口的时候 求主祢亲自来扶贫我们的忧伤 因为没有祢的爱 能够满足我们一切的这一些的伤害 来抑制我们这一切的伤害 可求主祢继续来带领我们 让我们定睛的阳光里 不见一人 只见耶稣 祢我们将一切荣耀给祢 祢 祢听我们的祷告 奉绝书得圣名求 Amen 这时候第二项的这个祷告事项呢 我们是为着这个新冠疫情来祷告 我们看见现在我们的这个马来西亚的 新冠疫情的这个数据呢 就不停的高 有这个高低 有许许多多的不定了 这个的 未知的这个未来 那无论如何我们相信神 祂依然坐着为王 祂依然掌管着世界的每一个历史 我们求主来带领我们 好了我们在这一个的 上帝的带领底下 我们依然依靠祂 我们可能有许多的恐惧 许多的不确定了 但是我们仍然要来依靠我们的神 这时候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恳求神来带领我们 好了我们在这个疫情当中 我们仍然能够活住一个金钱的生命 还有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这个的 事业都能够蒙神来保守 我们一起来祷告 全天的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祢 主啊在这个的疫情当中 你仍然让我们有这一个活着的 这一个福分 主啊我们也恳求主 继续来带领我们 我们内心可能有许许多多的恐惧 我们内心可能有许许多多的 不确定不定 主啊求主你继续来保住我们 好让我们在这一个动荡不安的局势当中 主啊我们能够经历你的同在 我们的属灵生命不至于跌倒 反而主让我们的生命 与你更加的连结 主啊特别也将我们的每个 所面对到问题的弟兄姐妹 在事业上经济上遇到问题的弟兄姐妹 恳求主你亲自来祝福 你来保守你的儿女 好让你的儿女都能够在这一个的疫情当中 事业啊不受到影响 甚至让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正确依靠你的心 而不是依靠这一些的财富 还有自己的财能 所以求主你来保守 让我们在依靠你的过程当中 你赐给我们聪明智慧 如何去应付前面的这一个疫情 所带来的这个趋势 跟求主你也有很同在 我们讲我们要为给你奉耶稣名祷告 Amen 最后一项呢 我们要来为这 这一个 美国来祷告 美国目前所 我们都知道美国 在这一个 上个星期在这个的选举 但是选举的结果呢 我们都完全交给神 我们都知道这个结果都是上帝所允许的 但是我相信美国未来会有一个的动荡啊 那从我今天就不讲政治啊 就不讲政治阴谋论的课题 那最主要我是要讲 每一个神所拣选的 这一个的在上掌权者呢 都是神所要 都是神所允许的 那么在这允许的过程当中 我们问我们自己 或者是 问我们基督徒 我们应该带着一个怎样顺服的心 即使我们不是美国公民都好 但是美国总统是谁担任都好 他对全世界都有一定的影响 那么我们就为着美国来祷告 那么看这一个的未来的趋势 我们也相信是一个末日的前兆 那么也求主来带领我们 好让这一个的前兆 我们应该如何做好准备 当耶稣基督在来的时候 我们要如何交账 这时候我们就为着美国这一个国家来祷告 好让这个动荡不安 好 在这一个的局势当中 我们仍然基督徒 就是我们在美国的弟兄姐妹 还是在全世界的弟兄姐妹 依然能够祷告 为在上掌权者来祷告 为了就是能够在基督里 能够金钱度日 我们一起来祷告 全能的主我们感谢我们在美你 我们将一切荣耀给给你 不得时我们仍然要处着一个感人的心 主啊 在美国现在目前面对这种动荡不安的 这个局势 我们都为你来祷告 我们都为此来到你的面前来祷告 恳求祝你赐福美国这个这个土地 美国在建国是以基督教的这个根基来作为这个建国 然后主我们看见美国现在变成一个自由主义的国家 导致没有一个的没有一个的法律 没有一个的控制在当中 甚至没有一个的伦理有一个正确 最高就是以圣经的伦理为他们的这一个的伦理 主啊 让这一些美国的土地的这一些的居民呢 这个人民都能够在主民的里面能够得着保守 甚至基督徒都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 为此为美国来祷告 主啊 我们把未来我们所不懂的我们都交托 因为主唯有你看到未来 让美国动荡不安的这一个的局势都不会影响到全世界 求主 你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知道我们应当要负的责任 就是为这个世界来祷告 甚至我们要知道耶稣基督你即将要来到 当我们当耶稣基督你来到的时候 我们应当要如何交账 主啊 就求主你来帮助我们 以你的灵来唤醒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 无论是美国的 无论是中国的 无论是马来西亚的 无论是全世界的 主啊 求主你来保守 好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你就要来 主啊 求主你让我们谨慎自首 在我们每一天的过 每一天所过的日子当中 我们能敬前度日将一切的荣耀会给你 求主你听我们的祷告奉绝书的圣灵求 Amen 好 这时候我们就把时间交给观传道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的祷告会到这里要告一个段落的时候 我要带领大家来一同做结束的祷告 我们从曾经传道所分享的信息中间 所传递的信息中间 让我们跟神的来与主来亲密 让我们为神而活 让神让我们离开罪恶 不要免受那些不必要的灾难 让我们经历神 信靠神 如果神要我们为基督而受苦 我们愿意靠主干强的圣友谊 让我们一同感告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 借着你的仆人曾经传到今天所传讲的信息 借着你仆人所传讲的圣经的话语 以及他个人的经历 能够使我们能够以你更亲密的关系 知道在人生的种种的阶段 我们都能够以爱神的心 也我们想得万事都互相效力 叫爱神你的仁德一处 知道你的主权 你的伟大 谦卑等候在你的面前 更深的爱神 更深的爱人 更加跟国家整个世界的举世 交在主的面前 愿主恩善将利善加利 更愿意将教会新年的传道人 以及这个年会的领导 都交在主的面前 让我们都更谦卑融合的服侍你 爱神爱人 恩主我们这时候预备要结束 这时候我们祷告神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赴上帝的慈爱 圣地的交通和团契 禅与我们每个人同在 我们是在这样子的向你来仰望和等候 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的 我们也这时候靠着主的恩典 奉主的名求主拆派我们 带领我们进入我们的职场 进入我们的学校 进入我们当然现在这个时候 我们在CMCO 在线上的学校 在我们的生命的每一个阶段 为你做美好的见证 我们等候你的带领的引导 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今天的崇拜会 就到这里告一个段落 我要特别邀请大家 在这个来临的星期天 来参加我们的线上的主日崇拜 这星期在我们中间传道 传讲真理的 讲道的是我们 斯兰堂的本处传道 义务的本处传道 正全伟弟兄 特别跟我们谈祝福与咒诅 怕不得无论是今天晚上祷告会的信息 以及这个礼拜天的 这个讲道的信息 以及整个崇拜会 都深深的引导你的心 更加的敬畏神 看见上帝的主权 上帝伟大 希望你能够邀请更多人来参与 晚安再见 祝你们同在